当你意识到何先生很喜欢你的时候 你内心会不会觉得 这会是一个太麻烦的一个 一个状况 一个情况 可能他的家庭背景很复杂 我完全处理不了 还是内心会高兴 会被一个这样的人喜欢 当时高兴了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家庭的事 当时他喜欢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觉得很奇怪 不可能那么我觉得 他为什么喜欢我 就像我去打第一份工 我们大陆来的人 在这里就有一种 被人看不起的感觉 大家做同样的工作 就说你从大陆来的 我就给你八百块 我们澳门人 我们就一千三 当时我的心里就很气 我说我一定要赚得比你多 所以一方面心里是憋着一口气的 我要做给你看 但同时我当真的有人说 我很喜欢你的时候 你内心还是有点不确定 不确定 我说不可能的 我们从大陆来的 会不会喜欢我 在我心里面 何先生应该都是一些大明星 一些很有才华的女士 他才会喜欢的 而且文化都不一样的 大家 但是当时也没想到太多 因为他也不是说 我喜欢你 就是要跟你一起生活 因为我认识何先生很多年了 才跟他一起生活 其实我们就是说 我很喜欢跳舞 叫我希望你能当我的partner 这个partner就是跳舞的partner 不是生活中的partner 真的只有跳舞在一起 他觉得跳舞 我跟你跳得挺好的 身体又好 跳得挺开心的 因为我们跳舞是把投入到音乐里面 何先生也是跳舞的时候 他也不一定按照拍子来跳 他觉得我喜欢怎么跳 那我就跟着他跳 那我就跟着他跳